欢迎来到《山山来似》 我是方国山节目主持人 今天继续跟我们的楼宇维修篇 继续延续我们的讨论和分享 身边大家很熟悉 Jackie Hello 葡萄师 今天我们比较多一些女性阵容 今天很高兴 我身边先介绍的Michelle Michelle 你好欢迎 Michelle是珍家慧维士 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SKK 我们业界都用开的 多谢你们 另外也有Noelle 欢迎 今天我们葡萄师 是否在讲油漆这方面 建筑材料这方面的物料研究 如何可以令到 可能涉及防水 或者油漆有什么功能 可以帮到我们在建筑那方面呢 是的 因为油漆通常在整个楼宇维修的工序 通常是最后一步 很多时候是最忽能的一步 其实如果做得好 它才是我们第一线防线 所以今天很希望Michelle 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油漆在一般整个楼宇建筑过程中 它是扮演什么角色 或者其实它在这个过程中 它可以有什么功能 可以提供给大家 明白 想去介绍给我们听 好 大家好 其实在大部分的楼宇维修 油漆的公益销售 我们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最后就是我们穿衣服的防线 所以一般就去到美观 颜色保护那方面 都是靠着我们的油漆 做一个发挥的功能 其实业界方面 大部分的油漆供应商 很多时候都着重只是在销售的角度 做一个零售 或者代理去售卖油漆 不过做得好的业界 我们都会比较注意 销售之后的售后的服务 售前我们都会去到延场 楼宇维修的延场 检查现有的状况 大厦场底的质地 从而都会设计适当的油漆系统 提供给顾问公司 或者法团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就是说 我们扮演着的角色 不单止是销售的 很多时候在整个过程 我们都会采取一个 比较积极参与的角度 去处理 也都因为油漆始终是一些 叛制成品 我们生产完之后 其实都很靠工人的技术 施工的队伍 或者我们与管理层的沟通 去发挥整个油漆系统 去确保每一层的浸数 物料的处理 是适当的运用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靠人 去到处理的时候 的而且确就要做一个 更加积极的角色 但是听说最近在 譬如在接见谷的 那些楼梁更生大行动 你也有帮忙提供很多意见 让楼梁翻收 这方面你有什么意见给我们 是的 其实在事前 在当大厦要采取一些 维修的情况下 我们也会开始去筹备 例如到现场 检查一下 现在的墙底是怎样的 我们今天也带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好啊 请示范一下给我们看 例如在做油漆的过程 之前 其实都会有很多 一些坏死的地方 凶固的地方要处理 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事 都会拿着这一类型的 我们叫棚棚 数一数现在现场的 墙底会不会有很多凶固 因为的而且这些凶固的位置 或者一些结构性的裂缝 结构性的裂缝 我们都会拿着这一类型的尺 去量度这一类型的结构 会日后就是渗水的位置 下雨的时候 就会透过这一类型的裂缝 或者凶固的地方 走进去墙身 所以在做油漆之前 我们都会建议顾问公司 要留意这一类型的修补 修补好之后 就会穿一件保护性的衣服 明白 例如一会稍后介绍坊间 最普遍流行的 最常用的一些油漆的质体 所以事前我们都会去到现场 处理油漆的设计方案 还有期间 其实在大厦整个楼宇的面积 我们的同事都会做一个 估算的跟进 其实这个分析 就用来做一个参考的资料 用来确保承建商将来 去订购油漆的时候 确保和大厦的面积 是符合厂方的标准的 换句话说 简单一点就是 不会偷工减料 确保用足适当的质体 和数量 如果Michelle 刚才你刚刚说的 首先就用一些 胖棒 开场 可以职司 或者是相关工程师 他们都会敲一下 了解一下有没有空洞的地方 没错 然后呢 其实当然顾问也会建议 譬如空洞的地方 就是铲底 铲底 铲底看见是实实的 正的 或者是相关的 然后就烟灰 再做底部之后 譬如说 在这个情况下 敲击 做了这些测试之后 就回报给法团 然后打后 接下来是用哪一类的 我想是防水漆 或者什么物料 到时你们就再建议 但是死了 我经常听到两个字 什么是水漆 什么是油漆 我经常被人问 我认为现在有专家在这里 那他就介绍我听 其实早十多年前 其实在整个市场上 都会盛行油性的质量比较多 因为老一辈的 师傅级 都会沿用油漆的质量 顾名师傅油漆 就是用天拿水去稀释的物料 但是施工起来 难免会有些味道发出 可能令到周边 都会对环境有一定的滋扰 不过是短暂性的 但是油性的质量 其实在油漆的膜的密度 油漆的密度 都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所以对于耐晒 外观上的保持都会长久一点 所以总结就是说 在油性相对水漆的内容性的持久力 都会是大家认为觉得会持久一点 不过经过十几年的一个革命 或者发展 其实油漆都会漸漸的适量 因为基于业界方面 政府都大力推行环保 我们采用一些低有机非法性的质量 即是环保漆 没错 所以集中就会采用一些水漆的质量 占多一点 也不是说油漆完全是淘汰的 只不过是相对会少用一点 例如做得好的业界 例如我们都会研发一些 油性低弱溶性质量 也都确保 如果有客人想说 我都希望用一些油性质量 可不可以 我们都会保持这个系列在这里 只不过相对在整个市场上面 可能占的比例相对会少一点 而水漆呢 讲解那个性质 顾名思义水性是用水去稀释 对环境的影响性就减到最低 而且施工的时候 就不用怕有老人家、小孩子 闻到一些气味不适 就引起很多投诉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大厦怀修 那些住户还在里面 如果油漆会刺激到它 其实用油漆真的不太适合 但如果在不用油性的情况下 因为水漆对那个现有墙底 有旧油的质底的咬着力 相对没有那么容易找到 现在以前旧的不漂亮的质底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强调 在那个墙底的准备 那个处理 我们都会很积极地参与 例如就是说 在未做油漆开手之前 我们都会建议要做一个彻底的高压水枪的洗厂 今天都有些图片 带来给大家 好的 谢谢Michelle 以往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墙底处理 这个部分是占了维修 最重要的乘与败 都是在这个部分 Michelle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这些图片 最主要是用高压水枪 打了底部有骚髒的东西 现在我们严格来说 我们有没有分为外面 就是室内或室内的分别 室内就不会用高压水枪洗厂 一般都要用人手的 橙拆去找回松浮的位置 但是外墙就很重要了 因为其实在这么旧的房子 二三十年可能没有维修过 以往的质底不是一些漂亮的质底 沙胶 灰水 什么都有 或者可能三文字这么厚的质底 就会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都会采用这一型的高压水枪 就是用外墙为主的这一款 用高压水枪噴走那些骚髒的东西 是的 这个高压水枪 或者脱掉那些旧漆 对 有一个磅数的要求 起码最低要求要到1600 我们来看看 各镜头也要看看 如果我们用这一款 我们用来噴了外墙的漆 也有1600磅 一个水枪 所以我们同事会去到现场 第一 首要检查 那部机晶不精神 是否靓仔 有没有一个质底不够力的 我们会转移它部机晶不精神 其次去到高压水枪 你会看到现在用的噴嘴 都会采用螺旋矫的验证 范围会较阔一点 而打出来的每一点 都会确保有同一个力度 起码是120个巴索 是 然后距离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师傅就懒惰了 拉到水枪来的墙身很远 那我们的要求是400的阔度 不要来得太远了 否则会减弱了幅数 400mm就是40cm 对了 那观众也看到 这些通常是外墙 或者那些 护脊 就是旁边那些 对了 铝乙墙 对了 通常都建了一些青苔 污漬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说一说 方家是否有一个叫洗汤水 洗汤水就愿着有些旧瘤 它发霉汤 有些黑漆漆的污漆 因为它有生命在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建议 可能加过的清洁剂 去倒绝除根 避免那些油 日后很容易 伸油完伸粗汁之后 就在很短的时间 伸出一些污漆 这个意见很好 螺旋嘴噴完之后 我们建议会慢慢行 速度不可以走得太快 否则就像洗澡那样 浸完花朵就已经洗得不干净 要慢 要走得慢 洗完之后 你会见到 墩墙都清潔了 不一定要传起漆 只不过我们说 经过一个这么高压的磅数 打完墙身 留得在这里的质地 都会是一些实际 漂亮的质地 做干净 这个很值得大家分享 好像女士化妆 对了 在茶粉底之前 都要清潔干净的面 确保质地咬着得很实际 对了 例如这个也会有一个例子 你见到 如果不实际的磅 经过高压水晶洗牆 是 你要见到很多 舊有的油漆 其实就不见了 就是这些沙漆 或者是 对了 试想下如果 墙底很骚髒 你就再塗一些新的油漆 下去 就算业主肯付钱 用一些很贵的油漆 但是底部处理得不好 亦都会产生很多之后 松泊的现象出现 到时大家都会不开心 对了 这个步骤 都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 与业界都会很积极 采取的一个步骤 明白 用来确保油漆的负着力 对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经常都在坊间 听到你 很多人可能都有怨言 为什么用了某些漂亮的油漆之后 每天都会漏水 其实你的油漆 是不是防水 或者可以保证不漏水 我们去理解油漆系统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采用树脂的质地 树脂其实都有不同的等级 树脂是一些比较硬的质地 其实在日晒雨淋 当我们穿了一件衣服 好像一件雨裤 包住整个大厦底下 因为日晒雨淋的时候 它会起水珠 为什么有时会塗了这么漂亮的油 业主都会面对漏水的问题 可能有几种原因 都值得参考一下 例如可能在修缩石屎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遗漏 结构性的裂缝 有没有做好一个全面打造的修补 如果不是 就算穿多漂亮的油漆的衣服 其实都会透过一些 未完全处理修补的位置 就滲进去 最重要就是有两个地方 一定我们都会建议顾名公司的检查 就是天面防水 特别是旧楼 很多时候天台 都会有很多浅建 或者天台屋 都会令防水层 可能有些破损 而又不做修补 就这样穿了一件衣服 都未必能够可以穿到一个房屋 很容易 各位观众大家记得 看回我们第六集 陈先生在这方面 防水专家 是的 对 我亦都说过 如果我们外场飞龙 做搭棚 打了拉法罗斯 那些水位 流水位置很容易 都会在这些位置 滲入 或者千叠加检查 窗边胶的检查 因为很多时候 旧楼都一定会老化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项目 即是遗漏了去做一些全面的检查 亦都 就算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那些水又是在窗边胶 因为硬化了那些胶 就在那里滲入去 这些很少的地方 如果能够配合到的 再穿我们这件油漆的漂亮衣服 亦都可以做一个保护 再加上我们有个样品 带了上来 那树脂的油漆 其实质地都会很硬 就是说 当我们模仪一个 好像下雨的环境 那些水洒了下去 它就会像水珠那样 就流走了 那我们这个物质 就是做在一个 已经修补妥当的场地 就会发挥到这个作用 所以就希望 今天做了简单的小小讲解 就会释取到各位业主 对抗税质地的一个疑问 其实这些是不就是噴石漆 这种类型就叫做 对 好像噴蚝 做一个好像花纹的质地 一些选择性的项目 其次可以有不同质地的 级数的油漆 例如普遍坊间 用外墙都会有四大等级的 譬如丙希酸 醉安脂 再漂亮一点 去到长一点保养棉期 就去到硅树枝 佛碳树枝 这类型的树枝 都起码树枝寿命 是超过十年的 的而且确 市面上我们也做了很多 好的例子 工程业势 都是采用了高级的树枝 延长了油漆寿命 特别在颜色的保存程度 对 树枝寿命 不会令它那么容易受到风化 好 Michelle一定对你更公道 我们听到很多法团主席跟我说 油漆两三年就已经没有了 很不抵 没错 因为外墙整体 例如当一个法团或议委会 他们和屋苑一起合作 去做大厦外墙维修 可能整幢大厦的覆盖面很多 很多 有两三种东西可以选择 要么就是油漆 要么就是重新做瓦仔 对 通常他们说 如果瓦仔十年八载 油漆就两三年 就要重新做一次 所以如果这个比较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 徹底像Michelle你所说的方案 就是重新穿个健身衣 可以长长时间 好像瓦仔那么长的时间 那我们就有得交代 对 有些方案可以参考 没错 但反过来 我又有些法团知道 我对现在燃油的瓦仔 又不喜欢 因为用了三十年了 瓦磨磨磨磨 那我是否一定要装完 它 重新做一件新的瓦仔的衣服 又或者有没有第三个方法 譬如我不装 有没有材料可以这样塗上去 又能顶得十年八年 明白 绝对一定有 那其实在我们公司 SKK 在早八三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引入了 一个叫做紫皮石填充剂 叫做SK Tau Filler的质地 其实这个质地 就用来设计 是批在紫皮石上面 但当然 紫皮石它都会有些空固的地方 那我们也都要找出来 割了它 一些空固 然后填回一个适当的英泥沙的质地 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用一个紫皮石填充剂的质地 颜色就像这件样板的 那个英泥色的质地 其实在我们八三年的时候 就做了柏林酒店的一个翻身 当年呢 其实它的墙底 都是一个紫皮石的覆盖面 是 可能不讲都没有人知道 二十多年之后 是 二十多年之后 业主再找我们做第二次的收纱 就是说 那个紫皮石填充剂 可以附着在紫皮石上面 都可以超过二十多年的时候 是 最重要就是 它配合那个面头的油漆质地 就采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佛碳的质地 是 那么它墙底收纱得好 其实在二十多年之后呢 只不过再做第二次翻身 在面头再填多一次油漆 再全面做一个保护 那也是 因为我 都是一个好的方案 你刚才说的是柏林酒店吗 是的 就是唐弩湾 就是维园对面那间 没错 这个是一个 对我们也很古武的一个例子 就是 用来证明给业界看 Tagular是一个很实正的 很可信的一个物料 处理在一个紫皮石的面 而是不需要做全面的拆作 亦都省了很多的时间 金钱 各方面的东西 以言 这个你大力推广 如果不用作业仔 那你对填居 那你对填居 就要填少一点了 是的 我想请教Michelle 如果不用作业 那些现有的业仔 就补回一些流纳的时候 是的 就是那个成本效益 对于法团业委会 他们整体的得益是哪一方面 当然去堆填区的问题 也是一个关注 是的 但是反过来 那些成本方面 对比 就是约数是会欠到多少成呢 你理解 以前透过一些例子 全打作的方案 和不打作 局部收拾做Tri Fila 的一个油漆方案 应该都会可以省回 起码有五成的一个成本 就是说一百万的工程 就省回五十万 还有时间方面 都会可以有很多的方便了 是的 对 另外就是面子 做好保护之后 就是面子再做防水漆 是的 那个质地 除了我们刚才提及到 即施所说的 油漆其实是一个抗水的质地 其实在设计方面 有些业主都会问 可不可以再防水一点 其实在那个加强板那里 我们都会采用一些弹性的质地 加厚涂层 就不是说穿一件一底两面的一个基本 我们叫一底两面的一个基本涂层 一件薄的雨衣 其实有些情形 是可以穿一件更加厚身的雨衣 而那个质地是厚身一点 连贯性的一个弹性的质地 用来包住整个大厦 当然要配合上天面防水 窗边胶的一个检查 相辅相成 整体做一个维修 即是说 不可以单靠油漆的单一项目 去做整个保护 是要配合其他维修的项目 去一起处理 我怎知道怎样顺利 你说而已 你有没有保证的 是的 通常在我们业界方面 都会有一些油漆的保证書 都会签法 其实就是在工程期之前 设计了系统 到承建商真的出世 签到合约之后 我们会和它合作 和它做一个充足的沟通 确保它认识整个系统如何处理 甚至乎我们会在现场打些样板 确保每一层的系统 油漆的承建商都知道是怎样运用的 之后到它订料了 是否根据我们分析的数量去处理 经过每一层的抽样检查之后 我们都会在最后 员工之后 就会发出油漆的保证書 是的 因为这件事将来 各位法团主席去处理 或者考虑 用哪个防水 或者哪个维修系统的时候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即是如果你又要希望有十年保证 又可以防水的 那用这十年保证的防水漆 可能比较有效一点 要想想如果真的 一定要将外场紫皮石 全装它 然后再重新游回两只防水膜 那方面时间、金钱 以及对环境的选择都很大 所以这些大家将来 在法团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考虑不同方案的好处 是的 都很值得参考 因为如果 举个例子 刚才你说 柏林酒店 也是一个 很有鼓励性的方案 如果真的可以减少操音 作酒的东西 都是涉及一个问题 但会去到这样 都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当然 我想今天多谢Michelle 你上来 当然我们是以你公司的物料去做一个参考 我们觉得就算你业界 你们都希望能够推动到 整体来说 整个的文化 没错 因为我刚才解释过 其实油漆 就是流域维修的保障 第一道防线 你不靠这东西保 其实你怎么可以靠每年一些简单的维修保养 可以做到 Michelle 我想问这部机器 你拿上来 当然有点用 你要介绍 没错 很多时香港都面对着四季的天气 还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一些咒语 很多时都令到地盘施工的队友都束手无策 很多时以往 承现商都不多太留意 那个墙底的湿度的要求 我们很多时就说 油漆的大滴就是水 因为我们采用树枝质的油 万一的墙底会有湿气或者流水出来 就会令到我们很多时走过的大厦 为什么有水袋 因为那个树枝被它谷起了 就好像吹了波 就形成了这样的水袋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都很着重 那个墙底的湿度要求 例如我们就是说 在墙底干固的时候 才可以做油漆 因为墙底湿的时候 你去做油漆 当太阳一出 如果蒸发水气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推起你之前所有的油 就化为污油 因为你要剷走它 已经没用 因为负着力已经影响了 所以我们会用这一类型的湿度标 我们的墙底要求就是 墙底湿度不能超过15个半 含水量 现在我们读一读 譬如人体有水分的 红灯黄灯 其实已经不建议在这些环境下 做油漆 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 去处理油漆 我们会担心日后会有一个 松泊或者剝落的情况出现 大家都不开心 我们的同事都会拿着 这个渗湿度 去到现场 读一读一读的湿度 或者漏水的地方处理好 用来显示 即是理想的长生的湿度 就应该要 在绿灯的流下 对 就是15个百分比的流下 这些都是学问的 我们香港一年四季 逼这么多雨 是的 我们又可以做油漆 所以我们鼓励 不要用肉眼或者手的感觉去判断 希望都有一些比较 异性的辅助 让我们了解多些 这个墙底的情况 特别在这边下雨之后 第二天 是的 所以做建筑工程 特别是由游七 就是冬天 春天的时候做的最理想 如果一度雨季 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现在市场那么兴旺 其实一年十二个月 周围都是棚架 很难避免到 踏足雨季的时分 这方面的知识 你一定要和市建局多些交流 一年有三百等 现在做这些 这方面的知识 可能他们需要更加 掌握更多 至于你是专家 多谢你们 另外 我记得你上次说过 你试过在九龙区那边 有一些外牆 你拆了瓦仔之后 其实他本身就是 你已经脱了衣服 对 谁知道 你和外牆 本身可能也有一些 脱脱漏漏 也有闹位 其实在未做 真的做维修工程的时候 可能或者批底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个防水漆 那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 补充可以告诉网友 那些如果大家要做 一定要做一只能时 有些透明的防水漆 它就不需要太长久 但最少可以 顶得一两个月 因为你游了之后 变成原本有裂痕的地方 因为它未必有时间 可以即时收捕报导 所以当作完之后 一定要顺手 游了这阵透明的防水漆 保证涅层不会立即滲水 明白 即是类似Epox 是的 它是透明的 所以不会影响大厦的外观 但问题是可以到一个临时的保护 所以这些是大厦防水 维修工程 一定要记住的地方 尤其是雨季期间 这是很重要的 否则里面的名贵装修 全部都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保佑 你跟Michelle 外面坊间 亦有很多油漆里面 亦有什么防菌 防污 防菌 有些动物都会滲下来 亦有些多漏漆 那类型 应该可以讲解 是什么种类 明白 其实在外长一般 我们刚才说的四大种类的级数 在我们设计油漆的方程式里面 其实都加入了防霉的质地 至于墙底处才是一个重点 佳因很多时候霉菌的寿命 是来自以前的墙底 刚才积司也提过 如果遇着一些 譬如半山区的位置 山顶的位置 潮湿的地方 可能已经有些毛菌生长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要更加注意 去做一个去毛剂的清洁 如果不是 在这样的情形下 照上油漆的时候 它就会很快 可能在短短三多个月的时候 就会把毛菌 透过新的油漆 又再生出来 到时整幅墙就好像六长 而在普遍市区的位置 因为都不是那么湿润 而整体的阳光会照射到的情形下 其实我们的油漆 加入了这个防霉的作用 其实都足以可以抵御到的情形 因为我们的油漆 就是日本的生产 其实日本的天气 都会有一个四季的情形 亦都跟香港很类似 我们都参照香港的环境 去设计油漆 当然室内也会有些特别漂亮的质地 例如我们刚才说丙烯酸 其实就很适合做在室内的长生 例如可能在整个大维修的项目里面 室内的长生都会去油油 以往不是那么多留意的时候 可能他会用普通的乳胶漆 乳胶漆的树脂成分不重 所以可能它不能抹 或者抹抹一下它会比较融解 而且会滑 所以如果业主想用一些漂亮的质地 持久一点 我们会鼓励他加入一些树脂成分 例如丙烯酸 这个价格或者比较经济的质地 所以就做在室内 可以有一个抗衡会发霉 发霉起黄点的情形 但剩下一个小问题 我很多业主经常问 为什么油那些铁器有底漆 那些铁器有底漆 那些铁器有没有用 可以省下它吗 油出来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其实每个大厦都会有一些渠管 我们叫UPVC喉 或者红筒 或者那些生铁喉 都很多不同种类的喉管 附在一个外墙 其实坊间普遍 游游的时候都会游渠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浸底漆呢 特别是防瘦的底漆 其实我们已经出了全水性的防瘦底漆 我们的树脂名称是环氧树脂 这个树脂设计用来咬住一些很滑的面 而且可以做到防瘦的一个质地 那你刚才不用底漆直接涂油上去 结果是什么 很容易一片片就会脱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着重 油漆系统一定要包围一个适当的底漆 目的就是确保负着呢 真是学到东西 这些就是专科 是的 所以我今次请了Michelle 给了我一张大厦上下下下 第一道防线说得清清楚楚 刚才提到扶手 我认为生铁 或者喉筒都有 其实他们有时承建商可能 省得一股底漆 变成一肤脱落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网友要留意的 如果你看到这么快就占逢了底漆 或者功夫做不足了 对 又或者查完 这么快又会生出瘦 会不会在清洁的瘦脊 不够彻底了 或者浸盐水那些方通 或者我们所谓的铁通 其实可能会浸盐水 或者所谓接近sting steel 其实可能即使我们的成分都未必足 那变得它就会出现了 因为通常它不是浸的 而是噴的 是的 它是很流行的 或者用来就顶了几个月左右 不瘦钢都生瘦 对 不瘦钢都生瘦 没办法 它有多杂质 所以一样都是顶不了的 所以即是 漂亮的铁 再加上一些保护性的质地 各方面加好一点 各方面的配合 因为理想我们整个大厦维修之后 我们应该会换延一身 有件漂亮的衣服穿了 是的 所以葡萄牙 我想今天我们整体 就很多谢Michelle de Noël 带一些这么精彩的 这么准备充足的一些建材的物料 和如何测试 无论在外场 我想特别是我们香港这么多大厦 都现在呢 扭龄又高 是吧 不要说劏房签建 不要说这些复杂的东西 如果大家经过法团业委会管理公司 一起有诚意 希望能够改善住屋环境 对 我们将一些可行性的 今天特别是有一些建筑的 包括特别是油漆这方面 防水漆的一些物料 是带给大家认识一个方案 可以去做好我们的流域维修 是的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可以选择 以前一定说 越贵越多层次的东西 或者甚至加上柠檬 都要想 但是今天带出的方案就是说 就算是油漆的物料 都可以做好一个 完善的外场维修的物料 由于油漆做得好 就不用做亚仔 因为亚仔如果不好处 就是一个底做得不好 随时变成高空雜物 这个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所以都可以有一些很漂亮 很持久 很高的油漆 给大家参考 所以我们一集 可以解释给街坊知道 有些漂亮的油漆 它就不会说 准了35年就不见了 其实它的寿命会越来越长久 最后就不用那么大功夫 一定要重新做完枝皮石 重新铺过瓦仔 因为对环境污染 对田居 会构成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香港 空气有很多污染 或者我们国内 尤其是一些发电厂 噴出来的空气都会有影响 变成了经常都发觉 很多酸雨 没错 譬如说在外场 很多时候我们不做窗尾 经常都黑黑的 就是由天台来走 油漆方面 如果是刚才说 用到你四大类 有树脂成分偏多 其实它是否可以抹掉 酸雨或者黑色的旅行 方议员说得很好 其实酸雨也是我们一个大敌 因为在我们设计的油漆方面 都包含了抗酸的成分 因为我们也理解到 香港下的酸雨 混和空气之中的物质 都会对大厦的结构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那个泪痕 有很多时候都无法避免 不过如果用一些 树脂密度高的油漆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四大类 万一真的有些污染的时候 我们绝对是可以清洗 和可以抹得而不損的油漆 当然用清洗的方法是怎样的 清洗的方法是怎样的 首先不要用带酸性的质地 因为它会伤油漆 尽量用一些忠诚 甚至乎家用的清洁剂 像我们妈妈做洗碗 那类型的清洁剂 其实都绝对OK 当然事前做小测试 确保有一个稀息分量之后 达致清洗到的效果 再加上大厦整体的外场做完之后 说真的可能摆六七年都没有人特别清洗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有时都会去现场 了解大厦的设计 会否可以加装一些铝角 或是盖子 令到包着边 令到下雨的时候 垂直流下去 就不会直接冲到墙身 而是在盖子上滴在空气之中 流走 那类型的形成都会相对减少 令整体的外观 至少在头五六年 保持得很英俊的阶段 这也是我们和顾问公司 职司 都会有一个很可行性的方案的建议 现在你看到有时大厦楼要维修完 突然间都会多了一些 特别的家装设计 其实用来避免那些旅行 对 上次其实为什么会这样问 我自己真的用过你们的物料 再加上我建的那堆村屋 我可能会拋出来的 雅仔或扇缝就不够多 最想流串 因为你知道 又要合乎地政署的要求 谁知道有些旅行就是这样流出来 屋仔就三層高 但是你说要去清洗 始终又要搭个棚 那就要搭个棚 丑怪一点点 这想变得有一个经验 最大的问题就是 是否水性和油性的油脂 不可以搭在一起油 当然也会 举个例子我们说 用全水性的系统 就会是水剂的底油 就配水剂的面油 油剂的底油 就配油剂的面油 俗语说 就是水对水 就油对油 但如果搭在一起 会出事的呢 也试过有些组合 就用油性的底漆 就配水性的面震 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组合 不过现在坊间 在行的一些系统 都会比较简化一点 因为也免得避免油漆师傅混乱 是的 我怕它混乱了 我们希望就简单一点 把情形简化了 水对水油对油 明白了 其实今天这集真的很开心 第一 多谢Michelle 你们上来讲解 这个建筑物 可以用油漆可 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是吧 好 那浩职总结一下 是的 很多谢Michelle 给我们一些意见 希望将来 无论街坊也好 或者是法团主席也好 或者是事件的同事也好 看到这集后明白 就是油漆对整个流浴为室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有多之机会 就请介入两位小女士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多些 专业建议给大家 好 多谢各位 好 多谢 谢谢 亦都多谢慧兰 帮我们做首语 告诉我们的朋友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